只有笔畅 对啊 笔畅啊 而且我还碰到 就是在开场之前 上午我们站在卡牌的时候 有个小朋友跑过来说 你是贝贝姐姐吗 我以为她要让我签名 她说这个东西给你 我说谢谢你 她说麻烦你等一下交给笔畢可以吗 那请问你是 怎么跟她介绍你呢 她说你就是说我是笔青就可以了 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小卡通玩偶 她说你一定要交给她 后来因为我跟笔畢不是一间化妆间 我把它转交给了内场的主持人 内场主持人会转交给笔畢的 所以现在你如果在看电视的话你放心 但是我觉得你做红地产的主持人 做的不完全到位 怎么了 你应该再做一个后续采访 采访什么呢 就是昨天其实我也蛮惊讶的 为什么周笔畅留了一个那样的发情 哦 转化 我有打印出来 对对对对 太厉害了 其实说实话 我一上场 我以为她是带的是一个讲法 但她其实在现场有说 她说这是我为了冬号凤云榜 在前两天刚刚心烫烫的 不是 是心知道 所以我要说一句话 但是我跟你说 她这个我觉得手感肯定很好 就是我一看就觉得她做 觉得好像整个印象都软软 所以我要声明 首先我也是满心上周笔上的 其次呢我想希望笔记们不要气 第三呢我想说句真话 我觉得一个头有个名字 是我写的 这个橘花头 对啊 所以橘花牌手都很红了 哦 有关系吧 其实这不是话的方法 我觉得最后你只要加上一句说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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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妈妈就说这个发型显得她的脸型更好 其实我们这边还有很多喜欢笔笔的朋友发来短信 对的 手机伟号是094的朋友说 哎呀 昨天亲自到了现场然后看到笔笔 好开心 好开哦 对 觉得笔笔在现场表现非常好 女性都非常的happy 还有另外一条短信 是伟号976的朋友 她说笔笔 姐姐今天没去机场为你送鸡 因为怕你 怕让你看见我哭 也怕你哭 等你回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笔笔从今天开始就要去美国为期14周的学习了 对的 那对此啊 其实他们自己还保密 但很多人 其实没有关系啦 我觉得说如果要是真的很想笔笔的话 只要记住收看我们的happy节目 我觉得在笔笔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愿意为了大家这个眼镜不摘掉 再会不会亲切一点 对对对 再占别笔笔的日子 而且你看 一个人一个好吗 个人好棒 但是我觉得这位关于笔笔去国外的消息 大家都很关心 据说是不带保姆 不带助理 一个人在那里去学习 没关系 我们祝她健康平安 希望她跟你回来 对 先来听一下她的歌笔笔的号码